舉例就是說 比方說如果有這種情人 會跟蹤你 對 有那種喔 因為我想你啊 而且我想知道你去哪裡啊 想知道你的行蹤啊 我又沒有惡意 像這種是不是一種危險情人 我平常就是說 如果你敢分開 跟我分開 你看他的口語裡有沒有威脅 因為成熟的個人 或者是比較是已經18歲就成人 他如果是健康的身心 他不會用威脅 譬如說你如果分開跟我分手 我一定死給你看 女生比較會用我死給你看 男性常常是用反威脅 我殺你 對 我會讓你好看 你的家人 我會讓他們死無葬身之地 是用這種威脅 那如果女生說 你敢歪意我就把你剁了 那這種算不算 那他們已經結婚了 結婚了 也是有恐嚇嘛 對啊 那也算好 我真的覺得說 其實在理性上的溝通來講 關係上來講 都是其實是不能語帶威脅的 因為那都是一種戰友 跟一種想要去傷害對方 就是即使你沒有那個行動 可能都有那個意圖 我的感覺是 我覺得婚前 就是追求的時候 就是談戀愛的時候 太過激烈的手段 或是愛得太瘋狂的時候 我覺得都危險 之前有個很有名的 就是離婚的故事 就是這個男生 就是這個男主人 在追求他太太之前 其實做過最讓他太太感動的一件事情 是有一年的生日 因為這個岳父母 其實不太喜歡這男生 就會覺得這男孩子 性格太過激烈 可是就是 所以他們的關係 其實一直都在拉扯 那一年生日 他自己做了一張生日卡 上面的紅花是用他的畫的 等於是他 對 等於是他送了他一張 寫作的 寫作的這個求愛的卡片 對 然後這女的拿到之後 他非常感動 然後這個男的 對 他是感動 他是覺得這個男生 這個男的就說 我用我的生命去愛你 所以他用寫畫 因為自己都不愛了什麼 卡片 對 結果後來這女的很感動之後 就依然結婚了 就結婚之後 這個男的真的是 非常的激烈 這個瘋狂 他就是 當然就是 戰友跟嫉妒什麼 就是伴隨而來 他愛你愛得激烈 他的那個手段也很瘋狂 所以剛開始就是 開始他會比如說多疑 然後就會 監控 監控 然後 然後再來就會有暴力 然後有一次 後來這女生就講說 這個女的也是 我們剛剛講就是 一直很多年的暴力下來 他一直都沒有辦法 掙脫這個婚姻 就是都還困在裡面 直到有一次 他先生就是把他 拉著往牆上撞 碰撞了之後 他頭破了 他的血站在那個 就是見到那個天花 那個牆壁 白牆上之後 他後來 看著那個牆壁上的那個血 他就想到那個 血作的卡片之後 他才猛然醒悟 然後結束了這段 他就是這麼激烈 對 後來 對 但後來我是覺得說 以我來看 就是我覺得像周邊也是 就很多的男朋友 在交往的時候 如果手段過度激烈 或者他表情答義的方式 是跟別人不太一樣 我覺得女孩子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可能我們 言情小說看太多了 都覺得 要那樣子演出 對 插搖小說裡面的 很多男主角都很瘋狂 你知道嗎 真的都是很瘋狂 瘋狂之後就扎玻璃 我愛你 後來他搭那個女主角 每天都會用肥皂 那邊沾上青玻璃之類的 就我們可能覺得 那是一種愛情 可是事實上 沒有 小說 我覺得都是小說 因為你知道我們從小到大 學校是沒有戀愛課的 然後爸爸媽媽大概也不會去 跟你談他的戀愛經驗 沒有愛情學分 所以我們所有的愛情 今年都是從小說裡來 尤其女生 其實大家都很嚮往那種 你知道很多到我這個年紀的女人 都會覺得 我此生實在是過得太平凡了 從來沒有遇過轟轟烈烈的愛情 沒有過那種男人 會不會愛得死去懷 要割完 要自殺 那麼愛我 可是事實上 其實這樣的男人真的遇到 有時候女人會覺得 好開心 你知道嗎 他會覺得 他真的很愛我 可是沒有想到 其實他那是一種很可怕 很瘋狂的事 這種情況 這個女孩子 她自己是沒有辦法看清楚 這樣子的混亂的關係 真的要有旁人 或者她自己 要願意去尋求一個幫助 我舉一個例子 曾經在有一個 因為我認識一個基金會 其中他們認識的一個女孩子 那是女孩子 經常來基金會幫忙的 然後就發現說 她跟她男朋友的這關係 就是經常在分分合合 然後就是離不開 然後想說 謝謝她 就是會吵架 可是又離不開 為什麼她說 因為她的愛很強烈 但她們的吵架也很強烈 就在這樣子那種糾葛裡面 所以她自己是 她又後來是 為什麼可以跳多出來 因為她把這個過程 講出來之後 旁邊的人 因為他們經常在處理 這樣的關係的 用旁邊的人來幫忙 就比較可以看清楚這種關係 經常所謂的愛 她穿了一些 她裡面是用 她的外衣是愛 愛是她的外包裹 她裡面其實是 讚有 控制 嫉妒 不安全 就是 愛你這個 她其實自己是 愛是很不安 沒有安全感的 但她都用愛來包裝 然後她裡面越脆弱 裡面越不健全 或者越不健康 她的愛的那個衣服 就越華麗 這樣講通嘛 對不對 所以你根本 你沒有幫她把這個 撥開的時候 她看不到那個裡面 所以後來 後來這個女孩子 是基金會的人 透過就是說 我們來了解愛是什麼 然後回溯了就是說 你有沒有真的被騰過 真的被騰不是這樣子的 那麼強烈的 然後你知道就 哇 為你下跪 為你低血都可以 可是吵架的時候 也是這麼的強烈 它裡面全部是控制跟戰友 然後發現這個女生會 為了那個強烈的愛 去犧牲去配合 後面那個衝突 沒錯 所以這個女生 其實也很痛苦 所以後來是 把這個女生拉出來 讓她去重新去瞭解 愛是什麼 然後去好好的去疼她 讓她自己去疼她 你再回過頭去看那個 她就有能力了 她就有能力來 就是說她自己的保護的界線 那個就可以畫得出來 不會讓人家這樣子 很容易侵入 用愛的外衣包裹來侵入 所以這種情況 不是這個女孩子 靠自己的能力 可以看得清楚的 所以才會你看到那種地步 六年 被 不 應該講十幾年了 沒錯 十幾年了 對 剛剛那個被燒 剛剛那個被燒的那個 OK 那比如說像這個 無姓這個前妻 付出了生命 她可能要付出 這麼大的一個代價 對 就一再一再的 因為這種人 她一定給你很強烈的那種 對 愛的感覺 可是她真的只是一件衣服 來 我們先休息 靜光哥 喝愛情釀的酒 來 喝愛情釀的酒